1. 杨子最近在积极接洽各种证据资源,毕竟自战长沙之后,他能拿出的口碑证据真的少之又少,再加上这些年轻那种喜欢用街拍证据来衡量一个演员的业务能力。 所以面对如此近况,演员们根本不顾自己的能力与否,能拿到资源就完事大吉,可杨子毕竟不同,年纪虽小但已经是很有阅历了,所以当初明星争着抢身拿资源时,他先在其他方面发展,等大家追求证据的热度散去,他再重回证据圈,进而接下一些资源。 不得不说杨子还真的蛮聪明的,而陈晓现在基本上是脱离明星行列的,对他来说做一个成功的演员,才是他最终的目标,长期驻扎剧组才是此时的标配,所以粉丝们就别指望,他可以常常出现,在各类活动以及综艺少人,只是虽说他的讲法比较好, 但他的性格实在是太耽误实了,行为处事不够圆滑,等他殊不知得罪了多少人,即便他不在意,但总有人会耿耿于怀,因此真心希望,他不断提升自己演技的同时,还能兼顾一下人际关系。 三,关小彤最近在出席各类活动,或者参加参访时都会有意无意地否定自己是京圈格格,毕竟现如今他最大的心乱,就是私下京圈格格这个标签, 可他是否是格格圈内外都心智肚明,只不过大家不会傻到直接去点破罢了,不过实话来说,他身上的这个标签,目前是很难撕掉的了,毕竟不管当初是他自己营销起来的,还是被外界当作草点贴上去的,反正现如今,大家是都把这个事当真了,所以他在怎么洗,也是无济于事,所以关小彤这边与其想着如何撕标签,还不如把心思都放在事业上, 说不定哪一天这个标签,就会因为他的努力和实力变了兴致呢? 很小的就不敢用了